新闻大小评 创意巧手我来评 说最近四川成都一女子 一双巧手复刻了国宝金线珍珠天球仪 成品和国宝的珍品除了大小不同 长得几乎是一模一样 更厉害的是人家复刻品的原材料 居然只有17个一拉罐 咱们一起来看一看 清乾隆金线珍珠天球仪 是清代前的年间内武装扮夸 用黄金做成的模型 现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馆 今天我们用一拉罐制作的天球仪 大约为原版的二分之一 我们对天文的追寻也从未停止过 大概从四五千年以前 中国的祖先就每天观测日月星辰 就像这天球仪上的每一颗星一样 当它被记录下来的那一颗 就注定了一定会成为远横 当我听到国家宝藏 黎根老师这段话的时候 非常的感动 我也想尽我所能 把这个回眸之际 认知之气 惊醒之气 激励之气做好 看看这手法可以成的上师 一拉罐的天花板了 便废为宝 巧夺天宫 天球仪呢 其实就是古代太空星宿的模型 那么制作者红叶术啊 4月16号神舟13号载人飞船 平安回家 自己呢制作这台金芡珍珠天球仪 就是想以此向探索星辰的中国航天人致敬 高手在民间 高手在民间有大情怀 也有小食用 最近啊 河南信阳一位宝妈就凭借着聪明才智解放了自己的双手 咱们一起来看一看 因为家里的双胞胎呢 哄睡比较难呀 宝妈呢就把家里能动的玩具鱼 给绑在孩子身上 用来来回拍打的这个鱼尾巴 代替自己哄娃睡觉 别说啊 这效果还挺不错 只要呢 思想不滑坡 办法总比困难多 自动哄娃有神迹 就是场面很滑稽 不少网友表示啊 不就想问 这鱼是在哪买的呢